今天講清楚民進黨開會 勞基法朝野沒共識 國民黨再次佔領立法院 異常助席台 什麼民主制度啊 民主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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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國民黨打算提出200多案 逐條討論 逐條表決 用慢慢開會的方式 拖延議事運作 但隨即遭到民進黨反制 今天他們在院會裡面 提出來的這樣子的一個提案 所有的字眼 僅限依序列下表十九案 徹徹底底 是一種獨裁 一粒義修出審 引爆朝野大政 立法院長蘇嘉全 成為國民黨頭號戰犯 我有主持朝野協商 我主持了好幾次 都有主持 而且都有錄影錄音 而且對外公開 請問到目前為止 院長跟林秘書長 處理了哪幾條 是一條都沒有處理 我實在不了解 蘇院長跟秘書長講的 該做都做了 到底在哪裡 民進黨完全執政 發揮完全優勢 但也成為衝突爆點 勞團學生團體在闖立院之後 下午將會在國會外發動絕食抗議 堅決要政府別看勞工七天國定假 謝謝各位 下午主持 SNG小組 台北報導